他那短就调打了 好 我们来看双方第一局 他一直也是在欧洲 好的 正所能力 也是还有两个月就要进行 奥运会的大比拼了 好球 梁珠仁抢拉 这个摆短首先是摆住之后 第二板球 他有提前的出手和判断 又是一个 我们继续问第五盘 第二局的比赛梁珠恩对克里桑 第一局是梁珠仁11比9取胜 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出台 换出台球的这种抢拉 包括他的正手的使用率 得分率 这几个直板反交选手 都是很有特点的 像高丽泽 李静 现在高丽泽很 现在高丽泽很 正手这一块来布置地赛数 从反手去的话 它只能是防御 进攻上面来说会差一些 哎呀出界了 指板横打 那这样的选手如果今后 比如说继续 哦漂亮 继续打法的话 他的生命力有多少呢 我觉得又要会发展的空间 会越来越小 因为现在会这么少发力 反手一样不然也发力 现在两边的威胁 两边的多分点 都会越来越厚实 所以指板来说 就是你再的一个漏洞 如果整个发展上来说 你有明显的漏洞的话 去找自己的定位 经常会产生习惯性的 就是说他側切 推斜线 好球 哦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的 好的 这次是鱼线以后鱼线还是有危险 是 防住 哦 漂亮 好的 好的 让梁卓恩拿下第三局 11比6 现在二 哎呦漂亮 这个明显这个梁卓的防御当中也站在中间 就两位就反手对他的反手就来了 还老是测身 最后绝出 获胜的队伍 撩一板 漂亮 能抽手的时候他打直线这个球啊很有威胁 你看他的动作很简洁 然后板形有点撇 不能保守 这种球是 这种球是 那么亚洲队唯一输的一场呢 就是 好帅 输给了 31岁的斯洛文尼亚的名将托奇克 好帅 那么今天整个 五盘的比赛 欧亚全民兴 他ед成本 比赛跟买鹏鸟对抗赛呢 喵 拼芒牛对抗赛呢 中文字幕——YK